今天要幹嘛? 他剛剛不是講的 欸?空空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遊戲小熊 我是小熊 今天要來幹嘛 今天喔 要來製作 茶葉蛋 不會做欸 欸你們的啦 好啦我們就來準備食材囉 醬醬 今天要幹嘛? 他剛剛不是講的 欸?空空的 空空的 東西在這裡 空空的 不是爐好的喔 要去弄什麼爐喔 不然欸 手很爛欸 好啦 雞蛋 阿老 稍等我們一下 我們要去 加水 好啦 加水加好啦 接下來是換雞蛋 大家請問問 欸? 人家西門啊 全家啦 萊爾富啊 有的沒的 那一些啊 他們賣的材料 不是都會先把雞蛋 先拆一下吧 沒有 我們要先給他煮 20分左右 不只20分啦 因為人家是用大牌的瓦斯爐嘛 我們是用卡斯爐而已 所以我們 至少要煮30分鐘 他冷水的時候 就給他加進去 我們今天呢 煮了10顆 阿記得喔 不能煮一兩顆喔 要煮10顆 因為那個位置的關係 阿 要煮10顆 大家一定會問 他為什麼一定要 那麼多顆 不能一顆兩顆嗎 當然不行啦 要平均白放啊 這樣滷出來才會好吃 這是有原因的 來 好 就給大家看一下鍋內喔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鍋子內的 好 好啦 這是呢 紅茶茶包 一定要記得要用紅茶茶包喔 阿 這是 這是 乳包 很多超市都有在賣的乳包 阿 要放進去嗎 沒有 當然是先把這個煮滾啦 這個煮滾之後呢 我們還有秘密武器 等一下就會公布秘密武器 好啦 我們先 稍等待25分鐘 好 好 嘍 煮滾啦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吧 我先關火 煮滾啦 好啦 大家應該有看到裡面吧 現在是不是煮滾了 現在是不是很燙 對不對 稍等我們一下 我們把雞蛋取出來 好啦 因為呢 雞蛋我都撈起來了 拿去沖冷水了 我們現在加醬油 要一碗喔 直接倒下去 一碗的醬油 一定要放醬油喔 阿就是呢 紅茶茶包 給它放下去 阿就是它的乳包 阿就是它的乳包 這是它的乳包 阿這個餡呢 我就直接給它放進去 不要讓它燒到為主 因為這個線太長了 這次呢不要讓它火燒到就好了 也不用完全放進去 就大概 這樣子給它放進去 給它再看一下裡面 就這樣子就好了 然後呢 稍微給它煮滾 好啦 我們就稍等 等它煮滾囉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好啦 就這樣 它要給它煮滾 好啦 我們就稍等 等它煮滾囉 好囉 已經煮滾了 把雞蛋呢 也好了 記得要拿起來 從它的底部 這個比較平的這邊 給它 敲下去 敲下去 給它敲三下 一定要敲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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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沒有看到 給大家看一下 要有裂痕喔 要敲三下 有裂痕 要敲三下 有裂痕 再拿一顆 再拿一顆 好啦 我們先把蛋敲一敲囉 先把它管關掉 好啦 記得喔 要放一尺的鹽 要放一尺的鹽下去 一定要放一尺的鹽 好啦 我們繼續給它煮滾 欸 我剛剛是不是有說 有秘密武器 有 蛤 有啊 我剛剛有說 有秘密武器嗎 你很怕哪邊 就是 可樂 欸 不是放冰糖嗎 怎麼會放有可樂 放可樂會比較甜 也會比較對味 因為我們家呢 都會放可樂 整瓶放下去嗎 當然是整瓶呀 好啦 倒完了 然後呢 現在呢 就給它煮滾囉 我們就稍等 二十分鐘 好啦 給大家看一下 好 我們給它剝開來 噢 二十分鐘 噢 真的有茶葉蛋的顏色呢 噢 真的有茶葉蛋的顏色呢 噢 噢 我們給它剝開來 噢 小心 小心 啊 這邊我就關火了 啊 好啊 好啊 沒有撕啊你 啊 啊 我的茶葉蛋 我們繼續開火 繼續把麵麵的給它煮熟 稍等我們一下 我們剝茶葉蛋的殼咯 好啦 茶葉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進去 好啦 我們就來試吃看看囉 我可以就用湯匙嗎 就吃啊 好吃嗎 好啊 沒有茶葉蛋 沒有茶葉的殼咯 沒有茶葉的香氣嗎 可是都沒有很 很醜 嗯 我吃吃看 裡面的顏色還沒有完全很痛 真的,有可樂的甜 米冰糖還要甜一點 米冰糖還要香 真的,要放可樂不能放冰糖 好吃耶 阿成香 阿成香 阿成香了嗎 好吃耶 好吃耶 這就跟我們講太多了 我怕你 好酷,好酷,好酷 好酷 有些都好鹹 油耶,好Q喔 好酷 等等耶,先給它煮成水煮到 再給它悶個 20分鐘,可是我們沒有用蓋子悶 我們只是給它放在裡面 靜置個20分鐘 我就這麼好吃 可是這如果滷第二天好 味道應該會更香 所以你們的不知道為什麼 都會有點偏鹹 好啦,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喜歡記得按讚訂閱留言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